賣力表演展現熱情 台積電運動會盛大展開 這一幕睽違三年 真的好久不見了 員工熱情歡呼 狹窦婚迎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太太張淑芬 以及總裁為這家 董事長劉德英 通通全副武裝 換上台積電POLO衫 和萬名員工共襄盛舉 我不是鬼賓 我是自己人 歡迎回家創辦人 我一直就在家裡面 難得吐露幽默 直稱自己是回家了 而今年除了台灣員工 日本雄本場 上海跟南京場 都派出了代表來參賽 董事長劉德英 更是宣布要大方創員工 我們今年一樣會一群網立 發一個小禮物給大家 我們將發放美元特別獎金 新台幣一萬六千元 比較前幾年發出一萬二 今年可以說是大撒幣 以台積電基層超過五萬人來算 將至少發出八億元特別獎金 不過面對台積供應鏈的威脅 張忠謀可以放心嗎 台積電已經是成為 世界議員政治策略家的 兵家平身之地 台積電在未來幾年的挑戰 會比過去幾年 至少一樣嚴峻 也許更為嚴峻 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 張忠謀可一點也不擔心 只盼著能繼續克服全球化挑戰 看著台積走向世界 我愛台積 我愛台積 再抗其積 再抗其積 環宇新聞張環宣張雅筑新竹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請問一下 請點讚 請訂閱按讚 讚 請訂閱按讚 Esther 感谢观看